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十二个月 你知道一年有几个月吗? 十二个 它们各是什么叫法呢?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一个月一完 下一个月马上就接上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比方说二月比一月先到 五月赶到四月前头去的事 十二个月总是一个接一个到来 从来也没有两个月碰到一块的事 然而 人都说在多山的波西米亚 有这么一个小姑娘 她曾一下子同时看见过十二个月 这可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在波西米亚的一个山村里 住着一个妇人 她心肠狠毒又非常小气 她家里有一个女儿 和一个前妻留下的女儿 她喜欢自己的女儿 前妻的女儿呢 她一定点也不喜欢 前妻的女儿不论做什么 妇人总觉得不称心 不顺眼 她女儿整天呆在软绵绵的床上 吃的是甜饼 可前妻的女儿天一亮就起来干活 干到天黑 连坐下来歇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一会儿叫去提水 一会儿叫去林子里捡柴 一会儿叫去洗被褥 一会儿叫去翻菜园 她受尽冬天的寒冷 夏日的炎热 她知道春风的和煦 秋雨的连绵 就因为这样 有一天 她终于同时看到了十二个月 那是一个冬天 在一月里 积雪把门都堵住了 只有敞开雪才能开门 树林里 大树半截而埋在雪堆里 风刮得厉害的时候 连滑雪都不能 村里人都躲在家里烤火 就在这冷得令人难受的日子里 有一天 快傍晚时分 很心肠的后妈 把门开一条小小的缝 瞧了瞧外头狂卷的暴风雪 然后回到火炉旁 对前妻的女儿说 你到树林里去 采一朵迎春花来 明天是你妹妹的命名日了 小姑娘看了一眼后妈的脸色 这时节让她到树林里去 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这会儿到树林里去太可怕了 寒冬季节哪有什么迎春花 不到三月 是哪里也找不到迎春花的呀 眼看 她就要被永远埋在树林的鸡血里 回不来了 妹妹对她说 要是你回不来 没有一个人会为你哭泣的 去 采不到迎春花别回来 no 给你篮子 小姑娘躺着眼泪 把破头巾搁搁紧 走出了家门 寒冯把雪吹进她的眼睛 把她的头巾往上掀起 她在雪地上走着 脚好不容易在鸡血中拔出来 四周越来越暗了 天空一团漆黑 没有哪怕是一颗小星星 来瞧一眼大地 地上倒是有些微光 这是鸡血的反光 这就是树林 这里什么也看不见 伸手不见五指 小姑娘在一棵倒地的树上坐下 她想 反正再走也是冻死 突然 万万想不到 在远处 在树林间 闪起了一星火光 那样子仿佛是落在树叶丛中的一颗星星 小姑娘站起来 向那一星火光走去 她在雪堆中艰难地挪动着脚步 她在被暴风雪刮倒的树堆上爬行 她心里想 但愿这星火不灭 火光真的没有灭 而且越燃越亮了 小姑娘都已经能够闻到温热的火焰气息了 还听到了枯枝燃烧的逼波声 小姑娘又往前走了一步 就来到临终空地上 她在这里一下子看呆了 临终空地如同阳光普照 空地中间燃着一堆篝火 火光支撑天空 篝火周围坐满了人 有的坐得离火近点 有的坐得离火远点 他们坐着弹着心 小姑娘望着他们 心想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猎人不太像 看柴人更不像了 你瞧他们一个个穿得多漂亮 有的穿银 有的镯巾 有的披着绿天鹅绒 他一个一个数去 一共十二个 三个老的 三个上些年纪的 三个年轻的 还有三个还是孩子呢 年轻的就挨火焰坐着 老人离得远一点 这时 忽然有一个老人 那个儿最高 胡子最长 眉毛最浓的老人 像小姑娘站着的这边看了看 小姑娘心慌了 她想转身跑掉 可已经晚了 老人大声问 你从哪来的 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小姑娘把空篮子给她看了看 说 我的采一篮子迎春花 老人笑了 这是音乐 你要采迎春花 你可真想得起 不是我想得起 小姑娘回话说 是我的后妈让我到这里来采迎春花 还说空着篮子就别回家 这时十二个人都朝她看了看 接着便商量起来 小姑娘站着 听着 可他们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 好像不是人说话 而是树木在沙沙细雨 商量着 商量着 后来就听不见声音了 高个儿老人又回过头来 问小姑娘 要是你硬找不到迎春花 你怎么办呢 谁都知道 不到三月 人们是看不到迎春花的 那我就在树林里等 小姑娘说 等到三月来 在林子里冻死 也比不带迎春花回家好 说完这句伤心话 小姑娘哭了 这时 突然十二个人中 最年轻最欢乐的小伙子站起来 他的衣着肩上披着皮大衣 他走到老人跟前说 亲爱的一月哥 你把你的位子让我一会儿 老人瞧了瞧自己 长长的胡须说 就算是我可以让 但那也没有三月 比二月先来的事呀 也行 说这话的是另一位老人 他的下巴上 也有一把乱碰碰的胡须 我让吧 我不会来争的 这个小姑娘 我们大家都认识 一会儿在冰窟窿旁 看见她来提水 一会儿看见她在林子里 背着一捆柴和走着 她是所有十二个月的女儿 应当帮助她 好吧 就按你说的办 一月说 她用她的拐杖敲了敲地面 嘱咐寒冷别这么厉害 老人的话一完 森林就开始平静下来 树木不再动的咯咯作响 飘下的满天雪花 棉絮实的大朵大朵 挺轻柔 好了 现在轮到你了老弟 一月说完 把冰杖给了下一个弟弟 也就是胡须蓬乱的二月 二月用冰杖敲了敲地面 捋了捋胡子 大声吼叫起来 让暴风猛烈的瓜 把鸡血都吹卷起来 她一吼叫 湿漉漉的狂风 在树枝间喧嚣 雪花在空中玄武 寒风带着鸡血 像一条条白蛇似的 在地面窜动 二月把冰杖交给下一个弟弟 说 这会儿轮到你来了 三月弟弟 三月弟弟拿起冰杖 在地面上敲呀敲呀 小姑娘眼睛定定地看着 看到三月弟弟的手杖 已不再是哥哥递给他的 那根冰杖 而是一根粗大的树枝 枝头上有许多嫩芽 三月微笑着 她拉开她同音未变的嗓子 大声唱道 小河啊 都躺起来哟 小西娅都流起来哟 蚂蚁都爬出窝来哟 冬天已经过去了哟 黑熊踩着枯枝 咔嚓嚓走出来了 鸟儿在林间歌唱了 迎春花在林间开放了 小姑娘高兴地直拍巴掌 那高高的雪堆都到哪里去了 那挂在枝丫上的冰鳞子都在哪里 现在她的脚下是春天柔软的绿草 四周都在滴水 都在流淌 都重重作响 树枝在土芽疏清 黑色的果皮开裂处 绿叶纷纷从里头探出头来 窥放世界 小姑娘定睛看着 简直看不够 你怎么还站着不动 三月对她说 你倒是手脚麻利点 我们三兄弟总共只给你一个钟头时间 小姑娘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到密林里去找迎春花 可迎春花太多了 连看都看不过来 矮树下面 石头旁边 土墩上头 土墩下方 眼往哪里看 哪里就有迎春花 她踩了满满一篮 还用围裙兜了满满一兜 然后 她又快快地走到林间空地上 这里刚才还燃着篝火 篝火周围刚才还坐着十二个兄弟 可现在 这里没有篝火 也不见十二个兄弟 空地上明亮亮的 跟刚才完全不同 这不是太阳光 而是升到树林上空的一轮圆月 小姑娘找不到她要感谢的人 心里感到遗憾 她就怀着这种惋惜的感情 急急往家里跑 月亮一直随着她的身影飘影 伴着她回家 小姑娘简直没有觉得 她的脚在跑就到了家门口 她刚一跨进家门 窗外又寒风卷着大雪 呼呼吼叫起来 送她回家的月亮 也躲进了茫茫云层 怎么 后妈和妹妹问她 这就回来了 迎春花呢 小姑娘什么话也没说 只把围裙兜里的迎春花 放在了凳子上 并且把篮子搁在旁边 后妈和妹妹一见 都失声惊叫起来 这些迎春花是从哪里弄来的 小姑娘把森林里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全都说了 他们两个听着直摇头 他们不信 很难相信眼前这凳子上 摆着的一大堆迎春花 这么水灵灵 这么蓝莹的 竟然都是真的 然而 这些迎春花 确实散发着三月的幽香 后妈和自己的女儿 你看我 我看你 看一阵 问道 那十二个月就给你这些花 我没要其他什么 你好笨啊 真笨到家了 妹妹说 进到十二个月 这可真是太难得了呀 你却除了花 别的什么也没要 要换成我 我就知道该要些什么 像第一个月要苹果和甜梨 像第二个月要薯透的草莓 像第三个月要白生生的蘑菇 像第四个月要鲜黄瓜 我的闺女 这才是聪明的姑娘呢 后妈夸散自己的女儿说 寒冬季节 草莓和甜梨都是无价之宝 我们把它们拿去卖掉 得赚多少钱啊 可这个小傻瓜 弄些迎春花就回来了 闺女 你加些衣服 穿暖和鞋 到临终空地上去一趟 虽说他们有十二个 而你就自己一个 他们也不会糊弄你的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闺女回答说 她高高昂着头 看着天花板 双手插在绣筒里 母亲在她身后大声叮咛说 戴上绣筒 穿上皮大衣 可女儿没有听完 妈妈的话 就已经走出大门 急急忙忙向树林跑去 她踏着她姐姐的脚印 匆匆往森林里赶 快 越快越好 她心里想 快到林中空地就好 树林越来越密 越来越暗了 积雪越来越厚 被暴风刮倒的树 像墙壁似的横挡着她的去路 哎呦 后娘的亲生女儿想 我干嘛都要到森林里来呢 这会儿要是在家里热乎乎的床上 躺得多安逸 可现在 我要被冻僵了 说不定会冻死在这里的 她正这么想着 忽然 发现远处有一星火光 就像落在树叶间的一颗小星星 她静止向火星走去 走呀走呀 她走到了林间空地上 空地中央有一大堆篝火 在熊熊燃烧 围着篝火坐着十二个兄弟 他们坐着 轻声低语着 后妈的女儿静止走到篝火边 不拘功行礼 不说一句恭敬的话 就自个儿到李火堆最近的地方烤起火来 十二月兄弟都冒不作声了 森林里一片哑然 接着 一月忽然用冰杖敲了敲地面 你是什么人 她贪问道 你从哪里来 从家里呀 后妈的女儿回答说 你们刚才给了我姐姐满满一篮子迎春花 我就是顺着她的脚印找到这儿来的 你的姐姐我们认识 一月说 你可从来没有见过呀 你跑到我们这儿来干嘛 让你们送给我东西呀 让六月送我满满一篮子草莓 个儿顶大顶大的草莓 让七月给我鲜黄瓜和白蘑菇 让八月给我苹果和天梨 让九月给我熟透的胡桃 让十月呢 慢着 一月说 夏天不会在春天之前来到 春天不会在冬天之前来到 到六月还早呢 现在在森林里我是当家 我在这里要同管三十一天 瞧你沉着一张脸 后妈的女儿说 我不是来找你的 你除了雪和霜还能有什么 我要找的是六月 一月眉心皱节很不高兴 你是在冬季里找夏天啊 她说 她扶了一下她的宽秀 于是森林里的风暴 顿时从地下蒙卷到天上 遮蔽了树木和十二个月的林间空地 连篝火也被雪笼罩了 只听见旁边有火燃烧的声音 嗶嗶啵啵的作响 和火焰上窜的呼呼声 后妈的女儿吓得要死 停 一月大叫一声 行了 真叫人不敢相信 顷刻间 暴风雪把她卷起来 她一下子什么也瞧不见了 连气都喘不过来 她被埋进了雪堆 积雪沉重地压在她身上 后妈等着自己的女儿回来 不时到窗口望望 就跑到门口瞧瞧 不见她的身影 就是不见她的身影 后妈穿得暖暖和和的 动身到森林里去找 可是在这样的密林中 在这样猛烈的暴风雪中 在这样的阴暗中 能找到什么人影呢 她走呀找呀 找呀走呀 直到冻僵在树林里 他们俩就这样留在树林里 一直等到夏天来到 前妻的女儿长久地活在世上 她长大后嫁了丈夫 还生了孩子 据说她家的周围都是果园 而且那样的果园 在世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她的果园里 花开得比人家的要早 红梅成熟得比人家的要早 苹果和梨都甜得比人家的要早 夏天那里非常凉快 冬天暴风雪一到这里 就不再狂笑 这家女主人心肠好 十二个月同时在她家做客 人们都这么说来着 谁知道是不是呢 也许正是那样吧